各位介紹一下me-tap-19的全新功能的部分 me-tap-19本身這個是一個統計分析軟體 那這一套軟體呢 果然就是用者在分析的哪一個階段呢 比如說你是從時間化統計 或者是做一些描路性統計 統計量的計算 平均數啊 變異數標準差 或是一些中位數等等的這種統計量的計算 那甚至到變異數分析回歸 這種匯論統計的部分 那甚至到這種更應用一些的 趕快度分析 或是實驗設計 那當然像是FSA然後這些有分析 一些品質工具或是SPC的品質工具等等 那這套軟體呢 都可以就是讓User在這一塊的統計分析上面呢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上手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在me-tap-19的新版呢 原廠呢他履行了對User的承諾 他希望說呢在把這一個軟體呢 讓User在做分析的時候呢 可以使用到更好更快更輕鬆的方式來進行分析 所以其實在新版的改版 他其實就是圍繞著這三大主軸 他的概念呢就是想要呈現給使用者 有一個更好更快更簡單的一個方式 那因為這套軟體人生他的介面呢 其實也蠻直覺的清晰好上手 所以呢他其實對User來說呢 並不需要每個人在做資料的分析的時候呢 即使你沒有這種相關的統計分析的這種知識背景 也沒有關係 那他呢可以透過分析小幫手 或者是線上的知識庫 都可以讓使用者親中的上手 那在做資料分析的部分呢 可以提供視覺化 或是預測改善分析等等的這些功能 那讓使用者呢去實現一個 自訂數據導向的一個決策 那我們來看一下VTAP19的新功能呢 最主要呢他的一個改善的部分 以及推出的新功能 首先呢他在19的功能的部分呢 他有做一些強化 以及一些新功能的增加 那還有就是他的介面的部分呢 有做一個更清晰優善的方式的一個強線 那在效能的部分呢 他也有把這個演算法的方式呢 做一個強化 然後呢在推出了這一個 這個64位元版本的VTAP19 然後呢也可以讓使用者 使用在這個MacOS上面 那這個是在VTAP19上面呢 他有做的這種介面的一個改善 然後呢視覺化的功能的增強 以及增加了使用者需求的新功能 那以及最後有這個效能強化的部分 那最後呢他也整合了這一個 另外一個VTAP產品 叫做Compagnion by VTAP 是一個專案管理的一個軟體 那他也可能就是整合了這個 Compagnion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用者在軟體 統計分析軟體上面去做的分析 他可以直接卡賣到 Compagnion的專案管理的部分去 那甚至說 你利用了這個VTAP軟體 去做資料分析 他做了Modeling 然後找出你的這個 X跟Y之間的關係式之後 那你可能會想要進一步的做這個 蒙蒂考統領的部分 然後在Compagnion的這個軟體上面 有這個功能 那你就可以利用做好的 Modeling的Modeling 直接把它匯入到 Compagnion裡面去做 蒙蒂考統領 然後可以做後續的這個 Compagnion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一的跟各位介紹 在Modeling的19裡面 他的這個新功能的部分 首先呢我們來談到 他在這個界面的部分 在界面的部分呢 跟你用舊版有一些差異 在19的部分呢 他是用一個簡化 而且有組織的一個 更完善的一個界面 當使用者去做使用 好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圖 如果你們已經有下載Compagnion 來用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這個視窗 跟以往的方式 以往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在19這邊呢 他是用窗格的方式去做呈現 那以往呢 在18版或17版 甚至更久以前 他都是那種就是可以拖 拖動式的這種 移動式的視窗 那在19這邊呢 他是以窗格的方式去做呈現 好 那他的窗格的部分呢 一樣 有三個部分 底下這一個呢 他是Warshoot 就是工作表的部分 那他長得呢 更像4L 那我們一樣 等一下會一一的去做介紹 那再輸出的部分呢 就是上面的這一個 Output的窗格 那這個Output的窗格呢 他就是呈現你的 爆表的結果 跟你的圖像的分析結果 好 那左邊這個叫做Navigate Navigate Navigate 導航器 這個Navigate呢 就是許代以往的 Quadro Branch的那個視窗 所以你的分析結果呢 都可以在這個導航器上面 一一的去看到這些 OK 那通過這樣子的一個 簡潔的一個界面呢 那讓YouTher在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方便的去 對你的分析結果更有 更方便的去做一個取詞 或是排取 甚至呢 你想去做分析一時間的比較 那也會更方便 那就是跳過以往的一個 界面的方式 好 那我們呢 會一一的跟各位介紹 他到底在界面上的那些不同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 好 在工作表的部分 工作表的部分 你會發現 他其實長得更像Excel 那他的這一個 不同的工作表 再以往 他是一個視窗 一個視窗 然後就呈現了 那現在在這邊呢 他是 這一種分業式的 懸向卡 就是跟Excel的方式 蠻相像的 不同的工作表呢 他就是在底下這邊 會有這一個工作表的這個標籤 那你可以在這邊 很方便的做切換 好 甚至呢 你要新增 或移除你的工作表 就可以在底下這邊 放做一個聯繫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然後 你如果想要放大說想 一樣 他這些部分都是存在的 你可以按著Ctrl鍵 然後能用的人的部分 可以放大說想的數據 或是你的Output 那這些都是OK的 好 那在工作表的這個名稱上面呢 在以往如果說 我們把資料放到軟體底下 那麼我們會想要先檢查一下 我們的資料數據的部分 有幾筆數據 匯入得不完整之類的 有沒有遺失時 等等這些訊息 在以往的話 我們會透過 Project Manager的那一個工具鏈 對不對 裡面有一個 Show Information icon 那在這個新版的部分的話呢 他這個部分 已經沒有Project Manager 這個部分 那他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工作表名稱上面 按右鍵 你會找到這一個 握訊Information 這一個選項 那這個部分的一樣 他可以幫你 導覽你的資料人數的一個概念 你的資料筆數 你的比試值的部分 或是一些欄會的促進 等等這些訊息 就在這裡部分 那在底下這邊呢 藍色這個區塊呢 他有一個狀態鏈 那在狀態鏈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就是 隨時的去檢視 是全螢幕的去檢視工作表 或者是切割方式的 去看你的輸出 跟你的工作表 這部分 那這個農作流大使用者呢 你們可以就是去施工施舊的時候 可以試看看 會更便利這樣子 好 那剛剛講的工作表 那Output有哪些更改 以前呢 在舊的版本 你做了分析 分析的結果是 就是存在在單一的 Session window 對吧 作業失窗 那所以呢 你每做的分析呢 他的分析的報表 都是往下 雷加的 對吧 如果你們用Windows版的話 那在新款這個部分呢 他是 單一塊單一塊 每一個失窗呢 就是呈現單一的 Output的結果 所以呢 你的分析結果呢 你就會看到 比如說你做了一個 關懷能動畫的分析 那你在 暴行器那邊 點這個分析 他就是秀出這樣一張 完整的編輸分析的 報表 加上圖形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如果後續在做了 回歸分析 那你就在點回歸分析 那他就會再秀出另外一張 這個Requestion Analysis的這一個 報表 所以說 他已經跳過以往 作業失窗是用這種 別家 往下流來的方式 他現在是單一單一的方式 去塗層次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有什麼優點呢 你在做比較的時候 你在做分析的比較 分析結果的比較的時候 會更便利 你就可以去做切換 甚至你可以做並排的方式 去做比較 就不用像以前 如果以前你要去做分析的比較 就把你 你會怎麼做 COPPING PAX 對不對 把它匯述到外面去做比較 或者是 就是可能 波拉 然後往中間那一段閃連 就是會 在新版的部分 會比較 呈現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 在做比較的時候 好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Output 他會同時顯示你的分析功能的 圖形跟表格的結果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輸出窗格 部分還有哪些跟 還有哪些改變呢 呃 在輸出窗格 比如說 在每一個輸出窗格的上方 左上角這邊 他會說出 你的這個分析來自於哪些資料 資料名稱 你來自哪些 渡序 哪些工作表名稱 所以他左上角這邊呢 他就是 會顯示出 你現在做的這個分析 他對應到的 這一個工作表名稱 你只要是來自哪一個部分 OK 那這個也是過去 使用者如果使用 就反而會比較容易到的部分 那現在這邊呢 就是直接做一個相對應的一個顯示 好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就是 一般 如果你的分析結果 你的資料 做了更改之後 那你的outro 他會怎麼樣呈現呢 在新版的部分 他會出現一行提示 告訴你 說你現在的資料 更新 他會出現一行提示 所以在新版這邊呢 他會 幫助表名稱 隨著你的分析結果 做一個相對應 然後呢 當你的資料更改的時候 他會出現一個提示 表示說 現在的分析結果 已經不符合 目前的資料狀況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在圖經上面呢 一樣 他可以很簡單的按右鍵 會出到 PowerPoint 或是Word 或甚至是Company 去做一個 另外的一個report 那像在這邊的話呢 在旧版的話 你可以在圖上面 直接點兩下 你也在圖上面按右鍵 那在C版這邊 一樣 你可以在圖上面 點兩下 然後呢 也在圖上面按右鍵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多了一個 右上角多了一個 下拉拔 也一個到三角形 所以呢 在這個下拉拔這邊呢 你一樣可以找到這些功能 甚至呢 你可以利用現在分析的結果 去製作出一張相似的圖形 那這在分析的畫圖的時候 其實也蠻方便的 你可以做製作相似的圖形 那跟代表是外軸的變形 那這個是 可能有一些用途比較少的 直到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工具是很好用的 你可以利用這個圖上面的 Make Similar Graph這個功能 然後去製作相似的圖形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在圖的部分 還有哪些 視窗的部分 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在以往呢 只要你的資料進行更新 那麼在圖形上面 它會說 你現在有資料 是不是就要進行更新 以往我們在圖上 你按右鍵 你可以選擇自動更新 或者是更新這一次 但是不是所有的圖 都有這功能 不是所有的圖 都有這功能 那那時就把 有哪些功能是 當你的資料更新 你的功能 也可以就是 更新的一個形式 就是 在圖形功能裡面的圖形 Graph 底下這個圖形功能裡面的 這些圖形都可以 隨著資料進行更新 還有管制度也可以 那那是不是有新加值 在品質工具裡 能夠採用那些分析 製程能力分析 製程能力分析 製程能力分析在168裡面 一旦你都去更新 你的製程能力分析 也可以進行更新 也可以進行更新 所以這時候呢 他就會說出這一行字 然後告訴你說 你資料更新喔 那你現在可以有哪些 選擇 你可以更新這個結果 或者是 一新的資料 可以建立新的結果 這邊可以去連續 所以在這邊呢 會出現一樣的提示這樣子 可以做為 下一步的一個方式的選擇 好 那還有一部社會問說 GORUS以前 我可以在圖上面按右鍵 告訴他說 我不要一個一個這樣按 對不對 不一定 如果我只要更新 他會說出這一行字 那我要選說 現在更新 或者是建立新的圖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點選方式 讓他自動幫我們 進行更新就好了 對不對 有喔 有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在哪邊呢 會在這一個 製程能力分析 的這一個output 右上角會有一個三角形 我們說那個下拉拔 你從那個下拉拔 可以找到一個選項 叫做自動更新的選項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讓你的 製程能力分析的結果 隨著你的資料 自動去進行更新 就會在你的那個 製程能力分析表面 右上角 下拉拔 找到這一個 自動更新的選項 那這樣就會很保密 所以呢 我們剛剛看了 Warshoot工作表 就是資料的部分 還有包括輸出的一個更改部分 對不對 那在這個介面上 還有哪一個部分呢 就是左邊的這一塊 那個改成導航器的部分 那在導航器這邊呢 有什麼新的一個 功能的強化呢 在左邊的這個導航器呢 它其實就是取代了過去的 project分別人的視窗 你可以在這個導航器上面 去找到你所有的分析的 這個結果的list 那這些分析結果呢 你可以去依據你的時間先後的方式去做排序 你也可以依據每個分析功能的名稱的字母 第一個字母去做排序 那你還可以怎麼樣呢 你還可以依據工作表去分組 在這支排序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去看到說 欸我利用哪些工作表做哪些分析 那這個就是很方便 然後呢 你也可以輕鬆的去把這個導航器做開關 一樣在這一個視窗的主下角 會有那個狀態鏈 那你就可以點那個狀態鏈 可以開啟這個nablet 或者是關閉 那這個nablet 好 那 那在nablet 還有一個功能 蠻好用的 這個推薦給大家 就是說呢 在導航器裡面 會列出去的分析節目 那我當然有提到什麼 那我有不同的分析節目 想要做比較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呢 你就是在nablet這邊 然後找到你用比較的 第二個 第二個標格 在那個地方按右鍵 然後可以選擇這一個 spirit view 分頁解釋 這時候呢 在output這邊 就會有第二個分析節目 並行 並排的方式 去讓你做名稱 那他呢 並排的方式呢 不僅限於兩個 也要三個四個點可以 你就是直接 想要比較的就是在那個名稱上面按右鍵 然後選擇 spirit view 那就很方便 OK 那你要關掉的一樣 上面就可以按叉叉 好 那甚至還可以怎麼樣 拖拉 好 比如說你三個要去比招 那些 你想我比較遠的那一個 拉過來就不再 也可以 你直接用滑鼠把它拉過來 好 他就是可以拖拉的方式去 進行排水 壁排的方式去解釋 比較結構 好 那這個在分析的結構上面的 比較你就會變得很輕鬆 好 那以上呢 是在 嗯 新版的界面上的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新版裡面 他加了哪些新功能 好 他其實增加的新功能呢 好 因為 這個新功能的部分呢 就是 他主要呢 是讓使用者 可以更輕鬆的去探索你的數據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們是在視覺化圖形的部分 視覺化圖形的部分呢 他加了 三種 圖形 讓小者 分析上面 更輕鬆 好 在相關性矩陣 抗做了一些改變 還有呢 在鬼鬼分析 增加了 效應菩拉圖 好 你可以更方便的去看出哪些因子 是顯著 影響到你的失望詞 或是在 入鬼群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iPhone1的做介紹 那也多增加 可以增加了這個Multi-Berry Chart 這個Multi-Berry Chart 這個Multi-Berry Chart 其實以前就有了 那他現在呢 只是強化了這個Multi-Berry Chart 可以讓學者 再來分析比較 八個因子 可以放到八個因子 可以放到八個因子 然後在 Stabilized Regression的部分 你在做Model Slection的時候 他新增加了一個Carterium 就是這個模型選擇的選擇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下 那在DOE的功能呢 他只能增加了一個 那學者在做DOE分析的時候 如果你的Response 是所謂的二元排音變數 就是Binary的Response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的Response有些是 輸入結果是 好、不好、Yes、No、Go、No、Go 這一種Response 我們稱為Binary的Response 那這一種Binary的Response 你以前在做Model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呢 你要怎麼做呢 你如果用VTAP在做 這一種Binary的Response 要做Model的時候 你在以前你可能會 利用Reversion的功能 去做分析 那在DOE的功能裡面 找不到Binary的Response可以應用 那現在在新法裡面 他則是把 二元排音變數的DOE這個功能 加上去 所以你在做DOE的時候 你可以分析到 Binary的Response 那這個有什麼優點呢 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 好 那在下一個呢 他也增加 製程能力分析的時候 他先增加了 心態區間的估計 好 那這個對余者還是會滿方便的 那另外呢 他還加了一個 BoostTrack 與Summering的功能 好 那這個是一個 重新取樣的技術 好 那他是把這個功能 加進來 給User更方便 好 這個功能其實在 BoostTrack這個方式 在統計學裡面 其實在197個年代 就不許能提出 只是說 軟體沒有把這個功能 拉起來 好 那現在他是把他 放進來讓User更方便 好 等一下可以幫各位看一下 好 好 看一下這個相關分析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第一個部分呢 regression 不好意思 correlation 相關分析 在這個相關分析的Metrius Plug裡面呢 加了什麼呢 我們一般可以利用這一種 相關性分析的矩陣符呢 去探討 兩兩邊數之間的一個關聯性 好 可以從圖裡面去做一個圖像 好 那在這個圖裡面呢 BeTable19呢 增加了 在那個圖下面 增加了這個 相關系數的計算 現在區間的形式 好 所以他直接把這個相關系數 就呈現在圖形上面 那你把這個相關系數的 新來區間做一個呈現 好 他就是多加了這些 訊息上去 好 所以上面是圖形 底下呢 就是這一個表格的部分 那這個對User來說呢 也是蠻方便的 好 這是在第一個四句話 圖形的部分 好 接下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呢 他是在reversion的部分 這個 增加了 柏拉圖 去做一個 嗯 弦助效應的一個 成型 那再來 以往 如果你在做reversion的時候 你只要去做 modeling的一個過程 你只要去挑選 然後 你就是會反覆的去看 哪些是重要的因子 哪些是不重要的因子 這樣 那以前 這個方式 你為什麼看 看報表呢 對不對 看那個表格嘛 係數表 那在以前 你就是從係數表格去看 哪些因子 是顯著的 哪些是不顯著的 你可以可以這樣子挑 對吧 那在現在實際版 他是直接 換你 用博拉圖的方式 去做成型 所以你可以很快 看到你哪些因子 是怎麼表格 影響到你的 人質方式的部分 那些是不顯定的因子 OK 所以說他會加了 這個圖像 圖形畫 讓使用者 使用起來 這個畫面這樣子 再來看這一個 在圖形裡面呢 他也增加了 這個叫做 marky barren chart 的部分 他其實是多了一個強化 好 那在這一個 我們畫一層多片量圖形 那在這個多片量圖形裡面 他怎麼呈現呢 OK 這一個圖形呢 他其實是 幫你把你的資料 做一個視覺化 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辨別 辨別來源 x走的部分呢 是一些 音質學組的組合 y走呢 是你的response的 平均變化 平均數 所以呢 其實你就可以透過這檔 怎麼看 可以看到 欸 哪些音質學組合 你的response的 平均變化 好 他的便利來源 看一下 可以很容易的去辨別 好 尤其是在哪些 音質學組合 你資料的變性 比較大 OK 所以呢 這個是在marky barren chart的部分 你可以視覺化的資料 去辨別你的變化 也變得更容易 那他在對畫框的部分 做了改善 除了你可以看 response的 平均數的一個變化之外 還可以看什麼 還可以看在各個音質學組合 這些資料的標準差 這個變化 所以他新增加了 標準差的東西 就是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chart 所以你現在在做 Modified chart的時候 除了以前的平均數的 response的一個狀況之外 你還可以再勾學 我要再看一下標準差的部分 OK 好 你就可以做這樣子呈現 那現在呢 以前是只有四個音質 在X軸的部分 你只能放到四個音質 現在在X軸的部分 可以整個到八個音質 OK 好 那這個其實就 對於是來做也不太方便 OK 好 這個是Modified chart 好 讓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呢 就是來看到 新功能的部分 在新功能的部分呢 當就是在做 Regression的時候 如果你使用的是 Stabilize 逐步回歸的方式 去進行你的Modeling的話 那在新版裡面 它則增加了一個 Forward Information Criteria 一個新的方法 所以呢 在19.2的版本裡面 可以看到AICC 跟BIC的選擇 OK 好 那這個是在做 方便使用這個 在做Modeling的時候 的一個方式 好 在Stabilize 這個Regression的時候 請增加了這個 Forward Information Criteria 這個方式 好 那看一下 新功能還有 在DOE當中的部分 在DOE裡面 它增加了 惡元變數的Response 可以來進行DOE 的一個顯示的解 好 所以呢 在這個功能來說的話呢 對使用者來說呢 你可以去 輕鬆的分析 你的反應資料 裡面是 惡元中 沒變數的時候 可以進行實驗設計 就很方便 那一旦你 把這個 X跟Y的關係 是長出來之後 你下來就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關係 是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你會怎麼做 你會想要看說 Double Y 達到一個Times 然後或者是 來到最大 或來到最小時候 我的X可以怎麼變換 X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可以讓我們 Y達到我們的Times 或是讓我們 Y來到我的最大 或最小 這個叫做 這個是 反應最佳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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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反應最佳化工具呢 也同樣可以應用在 二元的反應資地下 OK 那這個是蠻方便的 那在 DOE裡面的 二元變數呢 它 它 包含的 放在 DOE功能裡面的 音質設計 還有 篩選設計 還有 白群設計 你都可以看到 這個 它外面的 DOE功能 OK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在 製成的 D分析 它做了 什麼 功能強化 尤其是在 Normal的 Cellent 在19版裡面的 常態 製成的D分析裡面 它強化了一下功能 包含 它在這個 對話光裡面 有做了一個改變 它在對話光這邊呢 讓使用者 可以選擇 當你在做 製成能力分析的時候 你是會把這些 製成能力指標 算出來之外 它還可以讓你選擇 這些製成能力指標的 信賴區間 要不要做一個 呈現 是要呈現 單位的 或雙位的 都可以做選擇 OK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個圖上面呢 可以入落了這些 信賴區間的一個 呈現 就是紅色圈圈這些 那當然在底下這邊呢 你可能還會想要看什麼 你還會想 想要看說 欸 那我現在呢 這個 產品落在規格外 你的比例 或者是PPM 來到多少 那在以往呢 它的成績是有 每百萬的 多少的 這個數值 都在規格外 好像PPM的方式成績 那現在呢 也可以讓你勾選 15% 來分比的方式 OK 所以呢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方便的部分 OK 那這個就是說 在這個 常態的支持能力裡面呢 新增顯示的PPM 或是 百分比 以及信賴區域的選項 好 那在以往你如果做 CPM的估計 和信賴區域估計的話 以往只有呈現的是 下屆部分 那現在呢 能夠提供 信賴區域的上下屆的分析 好 然後呢 這邊還有用一個 凍合的方法去計算 這個 Z-Batch 進來區域 那這個呢 對日常會滿方便點 OK 那信賴區域的估計呢 還可以讓你選擇 是要看雙圍 或者是單邊的 選項 OK 這個是在自成能力分析的一個 Normal的功能下的一個情況 好 那看 這一個是 Resimpling Bootstrap的一個方法 這個功能呢 放在計算功能底下的 Resimpling的一個功能 就是重新測量的功能 那這個Bootstrap的方式呢 它其實是透過 在你的觀察值裡面去做 重新隨機的重新取樣的方式 然後呢 讓你去計算 你想要目擊說 平均數的形態區間 或是中位數的形態區間 一些物體產出的形態區間 這是方法還滿簡單的 那它呢 是優於傳統的方法 怎麼說呢 在傳統的 我們要做形態區間的目擊 或者是假設鑑定的時候 你必須先針對你的資料 進行一個分配的假設 然後再進行補給 那這個方法呢 它因為是透過 Resimpling的方式 然後就是重新取樣的方式 所以呢 這個方法 當你在做期間區間的目擊 或是假設鑑定的時候 就不需要 針對你的資料 去除非分配的假設 那這個 什麼 好用啊 還滿實用的 尤其呢 是當 User名 對於 資料的分配為之 或者說你還沒有學到 這一種 資料分配的概念的時候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滿實用的 尤其呢 是當 傳統方法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時候 OK 好 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效能的改善 在效能的改善這邊呢 它就是在使用器材上面 有一些 改善 好 還有就是 把這一個 一些 modeling的功能呢 它有進行一個改善 所以在運算速度上 它有更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簡化上 跟效能改善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固形編輯的部分 它有進行一個強化 然後還有就是 在軟體本身的功能表 也有做不一樣的編排 然後在指令列跟歷史紀錄的窗格 現在也變得很方便 好 還有就是 當然格式 答案格式不一樣 然後呢 在macOS上面 可以去進行運作 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 圖形編輯跟搜尋功能的改善 改善的部分 就以往來說 你想要針對 圖形上面的資料去做檢查的時候 你可以用刷尋功能 就是 圖上面 好 那個工具店那邊 一個刷子 一個刷尋格式 那現在現在這邊的話 它怎麼做呢 你只要在圖上面直接 捏兩下 然後呢 找到這個刷子 或是直接在圖上來按右鍵 連選刷子 那麼你就可以去檢視 這些資料 領的一些想要的訊息 那這些訊息實間在哪邊呢 它會旁邊搭配一個白板 把這些訊息直接搭配在這邊 OK 好 那以往呢 它一樣是用這種方式去搭配 是以往是可能分開的那個視窗 而且它的窗口是直接放在一起 好 那現在其實 你如果想要去知道說 欸這些資料 它呈現哪些資訊 你還可以在 這個部分 在圖形上面 按右鍵選擇 設定ID變數 那麼你就可以去檢視說 欸它還有哪些資訊可以參考 比如說這些資料 相對一定的 其他變數的訊息是哪些 然後它都會看得到 那 一旦你把這些數據刷選起來的話 它的訊息會呈現在右邊的這個白板 那在工作表的部分 也會自動的去把這些資料 去做一個標示 然後它會自動去標示 然後它會自動去標示 所以當你的資料被刷選起來之後 它會自動聚焦到相對的工作表 而且可以用到相對的這些資料 去讓你去做檢視 然後這個蠻方便的 那功能表的部分做哪些改進呢 以往呢 在18版你可能會看到 有所謂的Editor 編輯器的功能表 或是Tools工具 或者是Windows這些功能表 現在這些功能表都沒有 它放在哪裡呢 它變成放在File功能底下 多了這些功能 比如說多了這個Option選項功能 那這個以前在用這個選項功能 它是在Tools底下的Option 那這個Option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讓你去更改 整個軟體的一個預設的一些選項 然後呢 你還可以怎樣 切換語言的使用功能 就是語言介面 就是在這個Option裡面 去找個選擇 那現在如果想要去 喜歡這個語言版本的話 你就要知道它是在File 底下的Option 那裡面就有很多 預設功能讓你去選擇 甚至是語言版本 現在你如果是 直接安裝程式 它的語言版本是 其中語言版本 你知道嗎 8種語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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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和日韓 西班牙 古巴牙 其中文 所以它在中文文介面的部分 是中文介入到 簡中文介面 所以呢 那可能 用者來說呢 你如果想要做個切換 可能就可以從 8種語言版本 去做語言版本 的切換 好 那它有哪些呢 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可能它會怎樣 會有一些參考資料 對不對 參考資料你會怎麼做呢 可能這些資料來自於 另外的 Excel的案 或者是這些資料 我有做一些 Retor 可能在某個PTT 檔案裡面 這些檔案你都可以 在Relating Document這邊 做一個檔案連結類參考 好 或者是 那有一些資料是在 你的網路上面 比如說在哪些網址 那這些網址 那這些網址也可以 加到這個小瓜的Document裡面 去做一個參考 OK 那這個就很方便 好 它參考的是 Link連結 OK 網址的部分 好 那還有就是 每個人 在使用這個軟體 它可能 想要配置自己的一個 模組 好 就是我習慣 這個字型 成見這個樣子 我習慣我的圖形 是成見什麼顏色 好之類的 可以去做一些 個人化的模組 那這個部分呢 也是在 Manage的Port Files 好現在一樣是在 File底下 OK 還有就是你還可以做這個 打開完全的建置 還有就是你要進行一個 磁心檔的自動分析的時候 也是在把你這個功能 低下去成的 好 OK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 對付錢來說呢 你可以更輕鬆的知道 你需要的功能 把它進行一個儲信 編排的部分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 那增加了哪一個功能呢 剛剛說有一些功能被打掉了吧 然後 那些工具呢 放到File底下 那現在在功能表裡面 增加了一個叫做 View的這個功能 在View的這個功能 你可以去做 這些窗戈的一些 嗯 界面的一個 檢視 好 比如說你想要看 全資料感的 OK 好 或是全Output 好 然後那個Navigage 打光器要開關 喔 也可以在這個 譬如這邊去做 連選 OK 還有我們剛剛說 如果你Output 要去做呃 呃呈呈現的時候 你想要並排的去比較分析 那你想要 除非用的 拉選 除非用滑鼠拖拉之外 也可以在這邊 直接用做 移動的這些選項 OK 就是在View的之間 公開一下 好 那在這個View的功能底下呢 還有一個窗戈 要介紹給各位 叫做指令行 跟歷史資料的窗戈 來看一下 好 如果你把這個指令行 跟歷史資料的窗戈打開的話 它就會做最右邊 像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你在進行資料分析的時候 雖然我們用點選的方式去進行分析 很方便 那其實你在點選的這些 呃 都是有層次指令的實行 那這些層次指令呢 它會呈現在右下角的 History這一個 啊 Tronter裡面 好 所以其實在這個History Tronter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分析的所有的 指令的歷程 記錄 好 那這個怎麼好用呢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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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們在做這套分析 那為了服了一些法規 你可能需要把這些層次指令 做一個 腳短的指令 指令的指令 那讓這個去進行審核的時候 欸 它可以有 跑出什麼樣的分析 那在右下角這邊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這些 語言指令呢 做一個審栽 那甚至你可以把這些指令呢 儲存成什麼 執行檔 那你儲存 儲存執行檔之後 你去進行一些編輯 你下次直接執行這些事情 它可以自動的 把你這些執行檔裡面的 內容 指令內容 做一個分析 好 所以這個是很好應用的 那現在把它並排在一起 可以怎麼做的 你可以在底下的History這邊 比如說你想要手機畫 這個指令 那你把它選起來這些指令 然後呢 按摩下角有一個空 不知道上方的這個 執行列 就是指令列 直接進行執行都可以 好 所以這個就滿方便的 它的窗戶起來就是 這樣子一個 設計 好 那它的層次指令呢 就是搭配這個歷史紀錄的 視窗 也就是一個形式 你可以更輕鬆的去 去建立執行檔 或是這個聚集的部分 同位同位同位 好 那以上呢 是介面 還有一些功能 跟一些窗戶的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現在還有哪些效能的想法 現在在石油版裡面 它用了新的檔案 副檔案副檔案的部分 在以往我們用VTAB 有兩種檔案類型 因為就是project file 就是專案檔 一個是worship 工作表的檔案 分點.mpw 現在的不一樣 現在project的這個專案檔 改成 副檔案改成mpx 那在worship的部分呢 以前是.mpw 現在改成.mpw 那一樣呢 在新版你可以開啟 就案的專案檔 你可以開啟 新版你可以開啟 就案的專案檔 以及就案的工作表 這是ok的 那另外呢 它推出了現在 就案推出了 除了Windows版本之外呢 在Windows版本 它推出了64位的 智慧系統 就是說當一個系統 是64位的智慧系統 那麼你可以下載 Windows 和64位的智慧系統 那在這一個持久裡面呢 它在做DDModel裡面的 這個方法的效能 它有做一個改善 那改善後呢 就是說它的這個 演算法的一個方式呢 它有做進行一個改善 那持久版呢 分析出來的結果呢 會比18版快兩倍 那包含了哪些部分呢 Linion Model的方法 比如說Regression 或者是Logistic Reversion 或者是Prosseum Reversion 或者是Prosseum Reversion CivilizedCity 我覺得在做Modeling的時候 會比舊版更快速 五塊兩倍 那在開Excel的時候呢 也會更快 還有就是在畫圖的部分呢 這比舊版18版提到了五倍 那其實就是 在想法的部分 更快速 好 那來看一下最後一個這邊 它也快速的去 分析大量數據 也就是說因為它的效能改善了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U社都會 分析一些大量的數據 那在這些大量數據裡面 因為我們建議 你使用那個六四位元的 作業系統的這個層次去進行安裝 今天一定使用這個六四位元的VTag 那你在分析大數據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效能會形成更快 那在官方這邊呢 它也做一個 一億兩千五百萬數據的一個測試 那這個大量數據的運算速度呢 在這一個圖形的呈現 回歸 或者是 File Data Tilt 這些功能下的這些指令呢 它的運算速度 有提升 那這樣子的 就是效能的改善呢 當然是仍然的在持續進行當中 那如果使用者呢 你們用了這樣子的新功能 去分析大量數據的時候呢 那也希望使用者可以提供一些委員會 做進一步的 委員會跟改善 好 那在今年六月呢 Vinitab 19 它推出了Mac版本 那這個就是對 有一些用者來說 他們習慣使用這個蘋果電腦 他們就可以使用這一個 Vinitab 好 那我來看一下 在Vinitab的產品裡面 除了這個Vinitab 19 統計分鏈軟體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線上的一課程 然後它是一個 互動的一個 課程方式 那這種動畫課程呢 我們 這個產品呢 稱它是Coldy Trainer 那在以往這個產品 它只有4 英文版本 還有英文字幕 那現在 它也做了新版的改善 它就是在 瀏覽器上面 用HTN的方式去執行 就更流暢更方便 那也在字幕的部分 提供了 施拉牙寫中 跟葡萄牙 跟葡萄牙圓的部分 那這個對付者來說 也很方便 所以說 這個工具呢 它可以去縮短使用者 在做資料分析的一個學習曲線 好 那MITAB19呢 它 現在更貼近Companiant 怎麼說呢 就是說 MITAB19呢 和Companiant 5.3的版本 這個是一個專案管理軟體 那這個專案管理軟體呢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 現在你在MITAB19做的分析 結構 那些output 可以直接按右鍵傳送到Companiant 那在Companiant裡面 它就可以幫你建立一個票單 那直接把這些分析節目 進行一個呈現 這是蠻方便的 那甚至呢 你要把你的專案檔 直接放在Companiant裡面的 roll map 比如說你想要做 MITAB19的roll map 那你看要在 這個專案檔 要放在哪一個階段底下 它都可以直接匯入過來 蠻方便的 然後呢 如果說你想要再進行 就是MITAB19 那MITAB19 那MITAB19 首先以前要選 輸入你的model 把你的方程式 那如果你的19 MITAB19 把這個方程式找到了 那你在Companiant裡面 可以直接開啟 MITAB19裡面的model 方程式 然後這裡 蠻方便的 好 那最後呢 其實就是說 在MITAB19呢 無論你在分析訊程度上 哪一個階段 那它都可以 有效的去滿足 使用者在做 資料分析的部分 那 讓用者在使用起來 更快 更好 更簡單 OK 好 那我們第一個 偶像 想快 很快 能子 偶像